你相信这个世界上真的有龙吗 在200多米的天坑底部 就隐藏着这样一个龙潭 今天跟着我的镜头 我们一起进入天坑裂缝中 探索龙潭之谜 跨越山河太密境 大家好我是户外行军业 我现在是贵州大方向 今天我们准备去探索 这个200多米的树井天坑 就在我的身后 今天我们一行六人 带了500米的绳子 这两包也是绳子 然后我的包里面还是绳子 这个包里也是绳子 一共有570多米的绳子 准备探到这个天坑的最深处 现在我们已经做好了第一个锚点 准备下降 因为要开线了 所以带的绳子比较多 这边是100米 这个包里面也是100米 我们带了570米的绳子 出发 我们不能两根绳子 正在做锚点了 一人开一条线 因为绳包留在上面了 现在只能用手把这个绳子放下去 我们已经下了160米 到了第四个平台 然后还有40多米就到这个天坑的底部 继续出发 马上到这里了 在这种地方做锚点不行 看到了吗 这全都 只有这里还可以 下面这些全是泥土 摊这样的宿景 非常的麻烦 现在我们已经到了天坑的底部 我的队友正在下降 这里看上去 非常的壮观 现在是200米 下面是这样红色的这种中主石 这个水污染比较严重 因为下来可以闻到一股 怪怪的味道 这下面全是这种沉淀出来 像石灰一样的白色 这个不知道是什么东西 这下面是乱石 以及许多的这种枯木 看这个树应该是很多年前的树 还有一只谁的手垫 掉下来了 全是枯木 这里的水资源并不是很好 我们准备往天坑的最深处前进 这个是一个未知名的这种物体 这个不知道是什么 下面的水流量还不错 现在在我的前方出现了两个洞道 一左一右 左边这个洞道是没法走的 因为这个水非常的脏 而且下面的洞口 非常小 必须要趴着才可以进去 我们走右边这个洞道 右边洞道就很大了 好 马上拿绳子 我的队友已经在那里等我了 因为绳子在我这里 尖锋已经布好了绳子了 我们准备下降 这里下去的高度 有多高 15米 下去大概15米的高度 现在是下午3点多钟了 我们在这里补充一下能量 哇塞 火锅 冻到还很深邃 吃完东西继续前进 所以这里要趴着走了 天呐 看这上面这些石头漂亮吧 那个水冲上去的吧 你觉得可爱吗 这大石头的水冲上去 肯定是水冲上去的 这个石头 前面出现的龙背 看这个像龙背吧 我的天呐 这些石头 好漂亮 上面这个凹槽 应该是被水流冲刷形成的 这下面呢 以前也是河流 但是 现在已经干了 通过了这个碧绿的水潭 这边出现了黄金洞道 哇 看这些石头 是不是像鳞片一样 感觉就和蛇的鳞片 这边是一样的 过来后这边已经没有冲刀了 然后 这边就是一条纯黄色的冲刀 这里必须要趴着才可以过去 这个洞顶 看起来就像黑色的大理石一样 上面呢 是这种白色的方解石 看起来特别壮观 在这里面行走 非常艰难 这个地下全是这样的黄色 可以看出 在以前呢 这里是被水淹起来的 黄金洞道 好壮观 一直出去都是这样的 像蟒红一样的石头 像蟒纹一样的石头 前面出现的第一道难关 下面是一个生坛 这里下去要布绳子了 这里下去要布绳子了 看这些石头 黑色中夹杂着这种白色的方解石 这个不知道是怎么形成的 这里的高度大概有20米 下面是一个生坛 一个锅底形状的生坛 我们布好了绳子 准备继续往前探索 从这里下来后 下面是一个2米多深的水潭 这边出现两个洞道 一个往下 我们决定分成两队 他们往下探索 然后我走上面 很有可能这上面和下面 都是连起来的 这里真的是连起来的 上下是连通的 其实只有一个洞道 我们继续往前 这个洞道全是这样的金黄色 一直往下的 极有可能这里有其他的出口 这个种乳石 黑色的 看起来就像蟒蛇的纹路一样 我们继续往前 前面是个大捏缝 我的队友正在探索 哎 这是什么东西 还会发光 这是不是有电筒啊 这什么东西 这个这个可不只是电筒哦 这个还可以去扶子 你带这个干啥 我们它弄了 经常可能会遇到没有电 所以我们就会各种东西 比如说继续到我们都会来可以发光的 它既可以刮扶子 你这个防水吧 这个肯定防水 生活防水 在水里面随便洗没关系 天呐 看我们这里发现了什么 化石 这个不知道是什么的化石啊 这个明显是骨头 这什么骨头 我看上面还有 这一面岩壁上都是 看这一面岩壁上都是 都是这样的化石 这个不知道是什么的化石 这边也有 哇这边也有 看 整面岩壁都是这样的化石 这很有可能是远古生物的化石 还有这对非鹅在谈恋爱 在谈恋爱吗 对他们在谈恋爱 非鹅谈恋爱 对 我们继续往前 看一下才能发现什么 从这边过来 我们在这里啊 遇到了一个水潭 是一直往下的 我们决定继续向前 在这边做了一个柔性锚点 出发 继续前进 我已经过了下面这个深潭 现在我已经给他们做了一个锁道 直接 横切过来就行 我们的队长 陶哥 第一位好汉登场 这个不是在抽烟呢 因为很冷 看到了吗 这个手上面都在冒热气 这里的水温不超过10度 可以看到很多的雾气 是我身上冒出来的 他们还在继续下降 所有队友都已经通过了这个水潭 我们继续往前 前面应该还是这样的水潭 好深 这里 前面是什么情况 又是一道深潭 所有的深潭 前面的动态变得好宽敞 又通过了一道深潭 这边还非常深碎 我们继续往前 我们是没有动前装备的 这里摊不了了 这里应该就是一个 很小的一个消水洞 它可能这个水是慢慢往地下在渗的 我们决定原路返回 原路返回的路是非常艰难的 必须要爬绳子 一步一步的往上爬 这个手上的伤口感染了 因为这个水非常的脏 所以现在赶紧出去打针 现在我的队友正在上升 很多人不知道怎么上升的 大家看就是这样一步一步往上爬 现在外面天已经黑了 已经看不到一点点的光线 我得在最后收绳子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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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